- 字幕-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願持利與你同在 上一支數碼寶貝的開箱影片 有些卡片訊息因為開箱的關係 我並沒有詳細談 有的效果甚至被我跳過 那今天這支影片我會著重介紹數碼寶貝卡 以及他們介面要怎麼看 我們先從等級二的數碼寶貝開始看 卡片的介面的話想知道它是什麼種類卡片 中間上方都會寫 然後等級跟名稱 那像下面這一格呢 都是它進化之後 能夠傳承給下一支數碼寶貝的效果 我上一支影片並沒有詳細區分 本體效果跟進化後的效果 真是蠻嚴重的出師喔 那再來我們來講進化 進化的話呢 只要數碼被蓋下去 就能夠完成進化 那這個時候下面這牌效果就會生效 因為亞古獸他本身加DP的能力呢 是必須進化之後才有 所以他自己戰鬥的時候是不會上升DP的 這也是上一支影片的其中一個問題 那我們再進行第二部的進化 好做到暴龍獸的時候呢 亞古獸的效果就會發動 自己的回合他DP會加1000 然後再用暴龍獸當作進化素材往上疊 下一個型態就會更強 一此類推 好我們做到機械暴龍獸 有多打一張安全卡的效果 這部分呢我之前遇到一個問題 那多打一張安全卡的話 五張 他這個攻擊呢 是一次翻一張 還是一次翻兩張 就教學APP裡面呈現出來的內容的話 他是一張一張翻 然後也是一張一張處理 不會同時翻開 那我們再做到最後一階 戰鬥暴龍獸 做到戰鬥暴龍獸的時候呢 滾球獸的進化效果就可以發動了 那疊到這邊 戰鬥暴龍獸的DP啊 自己的回合少說都會到14000 那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講另外一個東西 戰鬥暴龍獸是有自身的效果 自己的回合 那這個效果是不需要進化就能夠觸發 當然這已經最後一階了 所以這麼說不是很準確 那我換一個數碼寶貝給大家看 因為上一支影片開箱的時候 我就重點在瞄它下面的繼承元素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跟大家說明它本身的效果 那這隻暴龍獸它本身是有效果的 它的效果是能夠將此卡橫置 然後將對手數碼寶貝的攻擊對象改成它 我們可以把簡單理解為類似嘲諷的效果 所以嚴格來說呢 一隻數碼寶貝它可能會有兩個效果 一個是進化後的效果 一個是本身的效果 這點呢就跟行動卡很像 行動卡有防禦區的效果 跟它的主發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像加羅達獸它本身是有效果的 那它這個效果呢 疊加之後 能不能繼承 目前教學App上得到的結果是不會繼承的 那我看到有觀眾說 為什麼它配牌會配比喬獸這種 沒有任何效果的白白 因為其實你在玩遊戲的話 你會發現你沒辦法很順的 每一階一階的進化上去 有些時候呢 我們可能進化到了雅谷獸 可是這是手牌 手牌只有究極體跟完全體 我們用等級來看的話就是 我們只有等級5跟等級6的數碼寶貝 所以我們少了等級4 沒有等級4的情況下 這兩張卡永遠都只能卡手 那這個時候 假如說此時我們的手牌呢 有巴多拉獸 我們有等級4的數碼寶貝 我們就可以用它疊上去 這算是一種過渡期啦 那當然它也可以做副打手 因為你不可能整場都抽到 你要的那個族譜嘛 那你進化到 巴多拉獸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從等級4疊等級5 你就這樣可以繼續往上升 就不會卡住 那既然它是 即幻式卡牌呢 未來牌多了之後 玩家就能夠自己去調整你要的系統 好 既然剛剛講到等級呢 我覺得這邊還是強調說明一下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它這裡寫等級2嘛 那它只用等級2的卡片來進化 所以理論上呢 等級4的你是不能這樣 拍上去的 你沒辦法逆成長 玩家呢 一定要依照他寫的等級 去進行疊加 暴龍獸等級3 同理可證 機械暴龍獸 就只用等級4的數碼寶貝來進行疊加 而戰鬥暴龍呢 就是等級5 只有這麼做 你的數碼寶貝才能夠正確的 發育起來 當然如果你要直接 召喚到場上 自然沒有這個問題 只是你會替對手加很多 記憶體就是行動點 我們先從遊戲的準備開始說明 玩家必須先抽出防禦卡 接著才會抽滿5張手牌 手牌補充完之後 會先進入培育階段 這時候玩家可以翻開數碼蛋卡 或是 將數碼蛋數碼寶貝 推向前排 當然你也可以不這麼做 直接在後排進行進化 也是可以的喔 另外一旦完成進化 就能夠抽一張卡 我在打死卡的時候 很容易忘記這個細節 這裡電腦選擇報廢演出 召喚獸人家魯魯 遊戲中 玩家即使記憶體變成0 一樣可以繼續做招 但是一旦記憶體呢 到達對方的1或以上 只有一個換人 假如說自己結束回合的時候 有0或以上的記憶體時 對手的記憶體會直接從3開始 我們雖然能夠進行跳級的報廢召喚 但要是這個召喚破這一張卡 會突破對方10點的記憶體上限 就無法執行 看到電腦丟一張完全體的獸人家魯魯 我完全沒有理由 慫啊 召喚戰鬥暴龍 幫對手的記憶體拉好拉滿 那因為戰鬥暴龍是直接召喚的 並不是進化的 所以我這邊就不能抽卡 我本來是想說 下一回合用戰鬥暴龍的效果 一次打掉對方2張防禦卡 萬萬沒想到我 電腦的等級5萬星體 進化成等級6究極體之後 他發動了行動卡 悲痛之藍 決定對手沒有進化的數碼寶貝一體 直到對手的下個回合終了 該數碼寶貝不能攻擊或阻擋 哎呀這效果悲痛啊 這波攻擊搭配獸人家魯魯的效果 只要我場上有一隻沒有進化過的數碼寶貝 就可以多打一張安全卡 換我秒噴兩張安全卡 輪到我了 育成階段呢只能翻出新的數碼彈 或者是太數碼彈到前線 那假如說已經有數碼彈的情況下呢 這個階段你就什麼事都不能做啊 這邊提醒一下 訓練家卡片的效果呢 會在育成階段之前就優先處理 待會我們就會碰到了 這裡因為我覺得擁有破壞兩張卡的 獸人家魯魯的效果太過變態 於是我選擇冒險破廢 又有一張核龍獸 想要嘲諷吸收蛇頸龍獸的攻擊 避免獸人家魯魯的效果被觸發 那你 這下我又悲痛啊 到此我整個逆風到不行啊 已經是5比1的局面 而且電腦還在這個時候多召喚了一隻獸人家魯魯 把的無駄 我現在有5費 場上又有戰鬥暴龍 敵用 我相信你 好這次的育成呢 因為我們已經養出牙骨獸了 就可以把他從後排推到前排 呵呵 總算有活幹啊 接著我進化出了巴拉多拉手 啊不要忘了 因為進化的關係可以抽一張卡 這一回合的攻擊不僅戰鬥暴龍有貫通 就連巴多拉獸也因為我上回合的防禦卡 翻到了因一斬的關係也有貫通 防禦卡的比數瞬間拉到1比1平手 漂亮 理論上這塊電腦得攻擊兩次 才能夠結束遊戲 而我場上的荷龍獸可還沒躺下 就靠你的嘲諷了寶貝 果然電腦先用蛇頸龍獸發動攻擊 而這時候我就能夠發動荷龍獸的效果 去吸住他的攻擊 只要他沒有在我的防禦卡變成0的時候 再攻擊我 就沒有什麼好怕啦 嚇死我 還好電腦的記憶體一開始又不是很高 要是他做出鋼鐵架如果還能夠攻擊 那我可能就量了 好輪到我了 那麼大家看到啦 在育成跟抽牌階段開始之前 第一個會處理的 只是訓練加卡的效果 那麼剩下的事就沒有什麼懸念了 他沒有任何數碼寶貝能夠阻擋我的攻擊 我只要兩隻數碼寶貝都能夠確實打到他的臉上 那就贏啦 好我們完成示範啦 以上就這隻關於進化 以及卡片效果的全部內容 因為上支影片是開箱 所以有很多細節並沒有詳細介紹到 那麼各位玩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到留言區告訴我 好以上就是這支影片全部內容 喜歡各位喜歡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